17日下午 台湾工商界联合力挺韩国瑜竞选后援会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团结事实大会 担任后援会会长的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峰在致死时表示 目前 台湾工商界面对五缺 缺地 缺水 缺电 缺工 缺人才问题 一力一休 缺乏弹性 两岸关系恶化等问题 而工商界支持韩国瑜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其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 韩国瑜是一位苦民所苦 充分接地气的候选人 工商界支持韩国瑜就是因为韩国瑜最重要的候选人 能够提出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 检讨劳基法 能源政策 两岸关系的正常化 这些主张符合我们工商界的期待 台湾工业总会监事会召集人潘俊荣表示 他从没看到过像韩国瑜这么草根性的政治人物 今天企业界都站出来 证明韩国瑜不只有蚂蚁雄兵 2020选举没有如果 一定要胜利 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赖正义强调 工商界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经济议题 经济要好 非常重要的就是两岸政策一定要好 韩市长的政策也讲得很清楚 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大家站出来 也希望能够1月11号 明年1月11号大家能够来支持韩市长 让他顺利的当选 下一届台湾的领导人 带领我们走向康庄大道 让两岸未来走向稳定和平发展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则痛批 民进党放弃了以九二共识为基础 维护现状的立场 以所谓仇中恨中为政治方向 如果再让民进党继续下去 两岸将成为直求对决 台湾将没有机会发展 民进党政府没有能力 领导我们走入一个康庄大道 大家说对不对 现在两岸的关系冰冻 进入冰河期 再加上ECFA已经到了十年了 要检讨了 要检讨了 能不能够再继续 没有人知道 也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面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非常的忧心 希望大家团结奋斗 拨乱反正 韩国瑜在致辞时表示 若有机会当选 除了建立清廉有效率的当局 更重要的是为台湾民众服务 做企业界的好朋友 企业一定可以放手去干 放手去冲 赚全世界的钱 韩国瑜更呼吁大家 不用担心他们的选情 让民进党继续在假民调下快乐 我们的选情 大家不要怕 不要怕 看我跟张院长 灿烂的笑就知道 我们就让民进党 继续快乐在假民调之下 他继续快 让他爽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因为不满民进党当局的农业政策 台湾中华海域渔业权益协会 17号下午发起 庶民自救大游行 号召全台各地农渔民 赴蔡英文官邸抗议 约2000人走上街头 高呼下架蔡英文 并列举蔡当局 三大农业政策恶壮 高喊2020巨头民进党 农渔民除了抒发情绪外 也有许多人提到 参与游行 很怕被贴上政治标签 但他们不分党派 只为了生计温饱 蔡英文做不好 就换人做 不会沿对韩国瑜的庶民经济 有高度期待